文样是我们回望历史时对祖先的怀念 文样是我们在迁徙的路上对彼此相认的依据 文样更是我们向前行走时对想象力的重新定义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在贵州省复联锦绣计划之下成长起来的蜡染传承人杨再荣 在他的身后有着荣江县保存着最完整最多元的蜡染文样的染羊的群像 蜡染在塔时这个苗族秩序主要用在男士的头帕和腿套 在我们女士主要用在百折群和围兜上 我们画蜡的工具叫做蜡刀 这把蜡刀是主上传下来的 这场画的文样有龙纹 在龙的文样里面会有很多种变化 荣江传统蜡染工艺是少数民族蜡染工艺中传承最为完整 在荣所在的塔时香蜡染最显著的特点是同形易购 也就是说两种以上的文样结合 蜡蚣头 龙的身体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蜡蚣龙 这是鸟龙 它的头是鸟 身体是龙 龙的文样在我们这里是球鱼的意义 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丰收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两只鱼组成了一只蝴蝶 鱼文一诗诗 多指都服 蝴蝶文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拜 荣江蜡染历史悠久 工艺精湛 文样题材丰富多样 有周深熟悉的自然文 到高度提炼的几何文 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纹 到同形异构的人造纹 这上面的图案 每个的都是时间的价值 在苗族生活中 特别是红白喜事 节庆活动 荣江蜡染工艺 应用贯穿到当地苗族人生命的各个阶段 服饰上尤其是裙子上古老的维扬 则是不可变化的 线条就是代表道路 这花是胡桶花 辣瓜花 韭菜花等等 上面这里用的是鱼骨头 我们会把生活当中看到的事物 挖到蜡染上 很感谢沈富联的锦修计划 能让我把花蜡染的这个爱好 变成了我的工作 荣江蜡染是少数民族蜡染工艺中 最早进入市场 但也遇到了很多平静 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传统中生发创新 同时营造产品的消费场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作为外界介入 已经做了全产业链 非议的产业化还任重道远 我们希望更多人 从看见它到使用它 应用到未来生活的各个场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人 Off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